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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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湛桥上钓鱼 湛桥上是一个 人蛮多的观光 大家当然也有 其他的钓鱼人在上面 那么站桥上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 站桥上有明显的提示 南加州所有的站桥上 都不允许overhead cast 就是说 你不可以过头抛 因为要注意到站桥上 站桥上其他人的安全 因为人很多嘛 所以过头抛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在站桥上抛呢 只能是从这个 外边 我们叫这种 底抛吧 或者是荡耳 把这个耳荡出去 来钓 站桥上的 主要的目标鱼呢 就是macro很多 那么鱼句话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 大概是7尺的 大概2米1长的一个杆子 那线轮是2500型的 主线的话呢 是大概10磅 10磅的PE线 也叫这个布线 那前导线呢 是12磅的这个碳线 那前面的这个小耳呢 我们是用了一个小铁板 那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sabiki 就是一串串钩 上面有那种小毛毛的这种毛钩 那个也是非常有效的 每次钓鱼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个前导线 如果前导线这个假如说有划伤的话 可能前导线要更新 那你平时钓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的时候 这样摸一下前导线 顺着摸一下 假如说没有这种粗糙感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这个前导线就是OK的 这个可以继续钓 那么 码头这个peer上的话呢 钓鱼的话还要注意的是 这个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大家会出现这种抛竿搭线的情况 所以你抛耳的时候 抛竿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你周边的邻居 可能要有一定的距离 那你抛的话呢 你是一定要是正前方的抛出去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和这个其他邻居的钓友去搭线 呃 然后 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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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是所有的吗 然后呢 呃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